奢侈品的提价能力是非常之高 还有你说整个生产 所有东西都加价 所有东西都通胀的时候 究竟是否一重重的供应里面 究竟是否真的可以受惠呢 因为你的产品加 你的原材料 你的成本都会加的 那就很考验提价能力 而奢侈品的提价能力 是非常之高的 或者譬如 这个很简单就是 你其实身边已经观察到了 在社会上已经观察到了 他们其实可以不断加价 越加价 越买不到 越买不到就越抢着买 这件事真的很厉害 还有他们的业绩 除了说现在实际的情况 你说看了数据的话 其实他们的业绩 是在第一位的时候 特别强劲 上一次公布的时候 算是稍微 第一二季都强劲 第三季就稍微有增长放缓的迹象 就令到他们是 曾经受过调整 当时还会说是否因为这些共同富裕政策呢 这个影响就 时间点很运达的那一刻 整个大市正在经历一个调整的压力 就多于说是因为这些情况 当然他们的增长引擎都是很看重中国的 是的 譬如板面看到爱马仕 手袋我就买不起了 如果想吸纳它的股份的话 你觉得现价又是否一个好的水平呢 因为其实它已经坐在新高了 即是你没得说回去转头 是 没得等回购 是 是 是 而呢 其实我是大约一千之后 附近开始买呢 其实昨天都还有再加一点点 一千你是买欧洲股份吗 ADR ADR 我这个都可以说一下 因为都很多人有这个疑问 那究竟买欧洲和买ADR有些什么分别呢 那欧洲你直接是买它 可以直接买它巴黎那边 那它的价值是EUR ADR其实它是一个OTC的ADR 那就是欧洲那边就是HRMS ADR就是HESAY 它其实是一个OTC 即是场外的ADR 那可能譬如用我们公司的那个Counter的时候 你会见到已经显示那个Balance的时候 0的 那这样 因为它是OTC 所以它有某一些的券商 它可能就没有显示到那个价值 但是没有问题的 你放的时候 那些钱就会出回来 那你自己要计算 那条数变了 那另外一个分别就是 如果你直接买到 当然是你买欧洲那边是最直接的 但是如果有很多投资者 你未必有过欧洲的户口 那你就可以用ADR去做 如果你说那个坏处可能就是 其中一个就是买卖盘的差价问题 是 因为那个交投是没有那么活跃的 是 有时你买或者放的时候 就没有那么容易成交到的了 那如果你即是赶着放或者赶着买 那就变成了可能追了几格 是 会有这一边 那如果你说看回中长线的 那不是太厉害的 那不是太厉害的 差那几格的 那其实就ok的 那之前 其实我又去用一些系统 你可以计算 究竟ADR是否追贴他的巴黎那边 那其实是挺贴的 看过去五年也是挺贴的 就是你这样计算是未必的 因为呢 就这样计算呢 它还有一个回率 这个是EUR 那ADR那个是美元 那它就 你会用一些 可以计算这条数的系统 那你就会看到其实是追得挺贴的 ok 那你刚才说的那一千 是你说折算对港元 你推的时候 因为现在是 譬如是一百七十几美金 是的 因为我看呢 我通常会看 HRMS那边的 那譬如说如果真的 譬如现在香港人买 你估计都比较方便些 譬如说 什么价位你觉得ok 还是说 其实现在追进去中场线 都其实不用欠一两格 我觉得如果现在来说 你作为一个破顶追进的手法 其实我会看回下面 就是我一向都会看回走势去部署 那当然有些人真的觉得 我就这样放在中场CD 那是ok的 但是如果我现在的部署 我就会看回1403 看HRMS会准确一点 是 那个走势和定位的 因为呢 而且它始终是一个ADR的 是 那那个差价 就会有时会有少少的差价 虽然单日有机会有少少价移动了 但是你说长线这样摆 其实它是追贴的 那如果你说看回走势 你想看那些 那些 有没有阴烛阳烛下影线 那这些你就真的要看回HRMS 欧洲那边 是的欧洲那边 欧洲那边大约在11月10日 其实就开始调整 再找到一个支持 就是1403 嗯 那就 就 那现在1500 那1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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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